2月12日上海佟丽娅现身机场 化身疯一样的女子一路狂奔感恩手机 她身穿彩虹毛衣搭配牛仔裤 打扮青春俏皮 看到镜头雷腰发露出笑容 甜美十足 佟丽娅一路小跑 日前佟丽娅现身机场 她身穿浅色大衣搭配大红毛衣 迎新年天喜气 边走边撩起耳边秀发 侧眼迷人逢情十足 近日佟丽娅工作室 晒出两张佟丽娅工作路透照 并和粉丝互动 给大家放送两张工作准备中的压总 爱的佟丽娅 那么问题来了 到底哪张是今天拍的 猜对有奖 为了配合佟丽娅工作室 粉丝门纷纷脑洞大开 不少粉丝猜测是第一张 原因是工作人员 穿上了厚厚的外套 当然也有粉丝猜测是第二张 因为对面的楼层上有鸡血 照片中 造型师正在为佟丽娅做头发 而亚亚正在拿着手机自拍 经过放大 手机背部贴着的卡通猴子贴纸 十分强劲 学习朵朵出生于2016年 刚好是红年 一张小小的贴纸 全是妈妈对儿子的爱 佟丽娅生完孩子之后 拍戏工作一直没有停止 但她肩票叫儿子待在身边 宁愿辛苦一点 她也要平衡家庭与事业